HELLO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呢,從封面應該也都知道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介紹全新的木精靈的單位 那這次木精靈新增的我覺得也不算少的單位啦 那最主要的是補足了木精靈很多的前線單位 還有我們的巨獸還有騎士單位 所以這次木精靈呢不會像之前一樣 就是只能主打這個遠程才比較強 那雖然說我覺得他木精靈的特色還是那些遠程啦 所以我相信對戰上應該風箏戰術還是會非常盛行 不過戰役上的話呢我們應該還是有很多可以做選擇 而且本來木精靈打正常兵表的戰術就沒有什麼弱勢的部分 那這次在新增這些單位進去之後呢 我相信應該是更如虎添翼 那如果你是想看屬人新單位的朋友呢 可能要再等等的 因為我這次錄製時間真的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先來看一下 木精全新單位究竟有什麼 如果你對這次的改版內容是比較有興趣的 想看單位到底是帳面數值怎麼樣呢 不要錯過接下來的內容囉 那我們就這樣一樣 那我們直接進入正題吧 好的那眼前看到的就是我們第一個要看到的傳奇領主 也就是我們木精這次全新的成婚姐妹 那這個是雙人一組的領主單位 那你可以同時看到他可以射擊多發彈藥 然後有森林經破 遠程破甲、脆毒攻擊 這是他的分類屬性 那為什麼會有射擊多發彈藥的屬性呢 原因可以看一下他這邊有兩個彈藥的選擇 如果你選擇的是黃昏之爪的話呢 你看他對抗步兵是有額外加成的 然後你看炮彈數量 10加9 就是他射擊出來會有很多發的彈藥 會分成10道毒刺 下面有形容到 這些劍會碎裂成數十道毒刺 次向艾索羅倫敵人的血肉之軀 所以他一次射劍會分裂出超多的彈藥 這個實際上在實戰中超級的OP 這個打這個部隊殺傷力是很夠的 那如果你要針對大型單位的話 你切換成他的輔小之爪 就是你可以看到對大型單位加成是有來到75點的 而且還帶睡甲的能力 所以成婚姐妹目前的版本我覺得 算是還蠻強勢的領主 因為他除了本身有這個森林龍座騎之外 他還有兩種彈藥可以切換 不管是針對對方大型單位領主還是 呃多數量的一個部隊的話呢 都可以發揮到很好的作用 那因為騎森林龍的關係他也有這個 呃龍襲嘛 然後還有他的飛鷹劍狼 就是射擊一把 呃弓箭 然後會造成破甲傷害這樣子 那帳面數值各位可以看一下 呃 因為騎森林龍的關係 所以是有毒傷 還有魔法攻擊 然後 呃武器威力有480 那遠程的話可以看到是134點的 呃 破甲 然後再加上睡甲 射程有190喔 射程也是非常的遠 那身上的技能可以各位看一下 命運相連 他還有一個可以使用的技能就是 可以持續生效 終止條件是生命值高於20%的時候會終止 所以他在生命值高低於20的時候你可以用 啊準備一段時間可以恢復最高生命值1872點 好這個東西是可以拿來 我緊急回血的 可是成婚姐妹也是 呃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凱斯因哈爾的絕翼 好這個的話使用下去的話可以 增加自己的基本武器傷害破甲傷害還有衝鋒加成 低於50%的時候這就會持續生效 好那剩下的話他也可以移動射擊 好那剩下就是這些物理康性自帶20 好 好那這大概就是成婚姐妹的一個帳面數字 那眼前看到的是全新的一個類似 素妖啦 這應該是素妖型的領主 杜立夏 他也是一個傳奇的領主 對他也是有本身自己帶一個傳奇戰役的 之後也可能有機會跟各位展示一下 那杜立夏的話分類是法師 那不是神木幽靈 不過非常的類似 增上帳面你來看一下 護甲還不低有80點 然後領導力80 速度的話偏慢43點 但近戰兩攻防的話 攻擊力就是命中率來講非常的高 有60點 好防禦40 一樣帶魔法傷害 不過 傷害能力因為破甲不高的關係 就是只有一般的400點傷害的話 作戰起來應該也不到非常的強悍啦 那重重加成也不是很高 那本身杜立夏的話能帶的法術 我們來看一下 迷霧獨障 然後意念剃刀 其實就是暗影系 就是這一套系列的法術啊 暗影系的法術 蒙龍鐘擺什麼的都有 那就是可以帶這一整套 暗影系的法術 整套都可以帶 那本身的話有 有勃然大怒的一個技能 可以使用兩次 每次CD90秒 可以召喚速邀單位 等於說他這個領主也是可以召喚單位的 那通常能召喚單位的領主 我自己的理解上都還算是蠻好用的 那再加上他一樣有那個神木幽靈的一些屬性 施法中加速度 這個不在森林裡面 就是在森林裡面可以提升法力補充 另外他身上還有一個特殊的技能 就是死心塌地的技能 他總共有分一二三段 那這個分別觸發的就是他不同血量的時候 會去觸發到他不同的效果 那總之就是這傢伙如果在生命值高於低 就是低於25%的時候 他就可以發動他第三階的技能 你可以看到他是 他是影響範圍內的友軍喔 全部加15點攻擊傷害 跟15%的基本武器傷害 所以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他不斷的作戰 血量不斷的低的時候 他旁邊的友軍會越來越強 包含他自己也會越來越強 所以這算是這次杜力下的一個比較大的賣點 那他同時自己也自帶狂暴 所以他算是一個還蠻 一開始有爆發力 後來也有爆發力的一個角色 而且會針對自己的友軍去做一個範圍性的buff 還不錯 然後還有心靈免疫 然後先鋒部署 不過他本身因為是這個 神木幽靈的關係 就他易受火傷啦 畢竟這裡也是木頭之區 所以受到火傷還是比較痛的 原神抗性15 然後物理抗性20 大概 杜力下的領主就是這樣子 之後也可以有機會來試試看 他用起來感覺怎麼樣 知法者暗影系 那這個知法者其實有很多系列 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法術 所以 你可以之後拿到遊戲的時候 再去看看你自己是想要用什麼樣 派系的法術都可以去做選用 那這個知法者呢 就是很法師好不好 那個身上的戰鬥能力其實都不怎麼樣 武器威力也非常低 雖然是有帶魔法攻擊 可是自己的體質並不好 那他是屬於一個 呃 就是 靈主系 就是他是可以帶兵的 也就是說 戰役中 你會不會用他我不確定 但我覺得對戰上他 他可以幫助木精靈的軍隊 省下非常多cost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大有可為 那不同派系他就會有不同法術 例如像是暗影系法術 他身上就可以 帶全套的暗影系法術 那看一下本身的技能有一個 洛伊克的祝福 然後這個可以隱形無法偵測加速度 就是指定一下 國方的友軍啦 可以去做這個能力 還有先祖之右 然後剩下我覺得也沒什麼好介紹的 其實他就是一個 法師型的領主 大概就是這樣吧 所以之後再看看 各位如果有什麼樣的 其他派系的法術需求 就可以去做不同的選用囉 想不到吧 其實木精靈還有新的小姐姐單位 上次我們影片並沒有介紹到的 也就是我們眼前看到的靈地位官 那屬於專家的英雄 佩戴是多種武器 那多種武器就是他的長矛跟弓箭 所以可以看到他如果有長矛跟弓箭 代表他有反大 破甲 而且還有 遠程的能力 而且他的遠程也是很厲害 他有190點的射程 265點遠程威力 雖然沒有破甲 但是 這個265點對於 這個一般單位的殺傷 也都是非常足夠的 而且他的彈藥是帶魔法傷害的 所以他對付靈體的時候也是 有一定的殺傷能力 然後加上他 這個英雄是可以騎這個新出來的母鹿 就是他現在看到這個座騎 木精靈這次全新的騎兵單位 騎成這個母鹿之後呢 可以有90點的速度 然後近戰兩攻防可以來到5045 而且近戰的威力還是靈地位官的關係 所以他的破甲跟反大也是有360點的傷害 而且衝衝加成也有60點 所以這個靈地位官呢 算是木精靈一個全新的英雄單位 而且他看起來用途應該是不少啦 不但有不錯的衝鋒能力 又有不錯的反大能力 而且還有魔法傷害 又有遠程能力 這個單位應該用起來還是蠻多變的 稍微看一下他身上的技能 艾莎之角 可以持續生效的一個效果 那有效範圍的友軍都可以獲得5的近戰能力 跟加5的田莊技能 就這個艾莎之角的能力 再來是洛伊克之武 也是持續生效 看到他的能力基本上都是一個持續生效的 可以不斷的buff我軍 增加5點的近戰防禦力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可以先鋒部署 然後可以移動射擊 這邊也是自帶一個物理抗性20% 好 那大概就是靈地位官 各位之後也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阿萊爾 也就是上次影片裡面我有介紹到一個很像這個魔獸爭霸的暗精靈的一個角色 好吧就是 不是暗精靈 夜精靈 阿萊爾 就長這樣子 有一個魔幻的蝴蝶翅膀 然後飛在半空中 那他是一個法師定位 可以驚害敵軍 上面能力可以看一下 護甲強度不高 然後領導力很高 速度的話55就 也不差 近戰兩攻防的話 4050對於一個法師 的 英雄來講 其實 這個帳面能力算是不錯的 而且他是有帶魔法傷害 那武器威力的話是沒有 破甲的 不過有魔法傷害的話 他可以對付的單位也是 有一些 比較針對型的一個打法 對方靈體阿 或是魔抗比較低的單位阿 都可以 比較好的造成殺傷 那 你可以看到他的技能 非常非常多阿 我們先看他會帶的法術好了 他的法術其實有 荊棘護盾 然後 地靈覺醒 神話 狂風術 痛苦真言 還有竊取靈魂 所以看到他帶的法術 是一個複合系的 就是他基本上 幾個派系的法術都會一點 那他本身技能呢 有絕命飛鏢 這個是一個魔法彈的效果 結束到的單位 會使他的武器威力下降25% 就是他 讓他的傷害降低啦 然後造成魔法的傷害 但是無力破甲 另一個是 時代像素的果實 也是一個爆炸的法術 造成重度的魔法傷害 造成破甲的傷害 然後還有這個 爆炸的區域廣闊 減48%的速度 也算是 可以減速又有 不錯的魔法殺傷的能力 再來是 梅果酒 這個 可以增加自己盟友的 體力之外呢 而且還可以回復 最高回復 1344點生命值 所以這個領主 應該不是領主 這個英雄 除了技能 相當的多樣化 可以支援不同情況之外呢 他本身自己的技能 又帶回復 帶控場 帶殺傷 所以這個 阿萊爾算是 這一次我覺得也算 蠻好用的英雄 那當然對戰上的cost也不差 也不低 也是蠻高的 這邊就是他各項的技能 好不好 超級多 密密麻麻的 森林之怒 持續生效的效果 全地圖都有一個森林之怒的 效果的能力 可以加這個 遠程的基本傷害破甲 不過要司法中才可以使用 還有先祖守護 司法中一樣 全屬性就加 就是全地圖的友軍可以增加10%的物理抗性 生命綻放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司法中 反正他司法中止的時候 就可以觸發他很多 自己身上的一些被動效果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先祖之誘 這個也還在 不在森林裡面的話就會中止 所以在森林裡面就可以提升法力的補充 然後他也是永不潰散的 有地形式性 可以隱蔽森林 先鋒部署 機力友軍驚駭 可以注意一下他是可以驚駭敵軍的 也就是他可以把 對手的部隊給嚇跑 就是類似像巨獸的能力 遠程康星15 物理康星20 那這個就是阿萊兒大致介紹 接下來看到的是小姐姐真面目 遊刃歌者 那有人會說他跟之前的那個劍武者 不是定位很像嗎 那這個是不是有點雞肋啊 我要說的是他其實就是劍武者的上位版本 你可以這麼去理解啦 因為他本身呢 護甲強度是基本上沒有什麼護甲 穿這樣沒有什麼護甲應該也是很能理解的 好不好 那一樣有帶這個本身自己的20%的物理抗性 那領導力非常的高昂 速度的話46就普通 近戰兩攻防的話是4442點 那一樣帶這個魔法傷害 那武器威力可以看到36點其實算是不低 而且他是有破甲再加上對步兵的加成 他切步兵會非常的快 所以他是完全是劍武者的上位版本 你如果要花更多cost去 招募這個單位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是不划算的一個作為 就是看你怎麼去調配你隊伍的分布吧 看一下身上的能力有個死亡迴旋 那死亡迴旋是他身上的技能 增加自己的基本武器傷害 但是會減少破甲傷害 所以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比較不需要破甲的敵方前線單位的話呢 你開上死亡迴旋 應該是可以大幅增加自己的近戰的能力 因為破甲對你來講是用不到的 如果能增加更多的近戰傷害的話 會是更棒的一個選擇 那一樣身上他帶的是心靈免疫 還有20%物理抗性剛剛有看到的 所以有任歌者我相信應該還是滿好的一個前線破陣步兵 還有一個是我們上次沒有介紹到的 林地騎兵長矛的版本 那這個單位呢 在我們之前介紹片並沒有提到 但他也是這一次全新的木精靈的單位 他有補充了突擊騎兵 也就是讓木精靈除了狂野騎士之外 新增了一個輕騎兵 再新增一個重騎兵 然後跟本身自己原本就有的狂野騎兵 現在他有三個騎兵可以做選擇 所以在軍隊的調配上就是更加自由更多變 那林地騎兵的話就很像暗精靈那種 黑暗騎手的感覺啦 迅捷如風嘛 然後一樣有帶一面盾牌 雖然護甲強度是很低 但因為有盾牌的關係 他很適合去做一些繞後 針對弓箭手的殺傷 速度是非常的快 94點這個移動速度 兩攻防28-30 然後武器威力27 這個說不上很強 但是也不差 就是黑暗騎手的定位 所以這個東西呢 在戰役中的話 可能前期用還算是不錯 然後但後期的話可能會比較乏力 不過這個東西我相信在對戰中應該會很好用 因為他一樣可以先鋒部署 那能先鋒部署 就可以藏匿於對方軍隊後面 可以造成一個很棒的突擊效果 所以 林地騎兵 我覺得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戰術單位了 接下來眼前看到的就是 巨母鹿騎士 好不好 這個單位呢 可以看到他的母鹿非常大隻 這個實際上使用起來是非常爽快 因為新單位出來他的質量感覺也是 調得非常高 他衝進步兵單位之後呢 真的是打寶靈球 就是衝進去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主力 就把所有步兵都撞開了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這一次 木精靈全新的重騎兵單位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帳面上的數值 裝備的是銀盾喔 銀盾是有55%的機率擋下這個遠程活力的 所以他在衝鋒對方遠程的時候呢 威脅性是非常的高 那雖然是重騎士 只不過看他身上的護甲也只給到了60點的護甲強度 所以也不算是非常的高啦 那如果你做一個 呃 測備的遠程活力殺傷的話 我覺得巨母鹿騎士還是會被殺傷的非常快 那領導能力75 速度不要看他像是這個重騎士 但他的速度是有90點的 可是我覺得他身上的這個數值 跟包含他衝鋒下去的效果跟重騎兵其實 沒有什麼兩樣 雖然他分類是怪獸突擊騎兵 但是護甲強度有60點 說實在也不是說低到什麼地步 就是中間啦 兩攻防的話是35-30 但是近戰能力是有破甲的 66點的破甲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是44點破甲加上22點基本的傷害 但就是一個破甲的單位 重編加成70點 身上呢一樣有狂暴跟狂野騎兵一樣 然後依然可以先鋒部署 可以引發恐懼還有自帶的20%的物理抗性 那巨母鹿騎士在這次木精的定位 就真的算是一個重型騎兵的使用方式 我覺得 但速度還是很快 所以各位看到這個巨母鹿騎士的時候呢 真的要特別小心了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弱特 那英文就叫ZOTS 但我不知道他中文要怎麼翻譯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照英義翻譯的 就叫弱特 看起來很像是龍魔的單位 不過他應該不是龍魔啦 因為我對木精這個故事並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想要補充這個怪物的故事是什麼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也很樂意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他分類是巨大怪獸 那施法者 森林潛行者 破甲跟反大型單位 他跟那個龍魔真的很像 因為他也是反大型的單位 破甲強度也沒有到非常高 60點也是中甲的數值 領導力偏低啦 65來講 那速度的話就 普通 64 近戰兩攻防的話 3040也算是普通 但可以看到他近戰攻擊 是有帶打擊士氣的效果 雖然其實打擊士氣 但是 是減魔法抗性 為什麼減魔法抗性 因為他本身自帶的是魔法攻擊 所以這個魔法抗性減下去 可以對他的殺傷能力大幅的提升 加上他的武器威力是反大破甲 100點殺傷 那基本上還是有保有他 稱作巨大怪物 就是怪獸單位的一個特性 攻擊力還是非常的高昂 那身上呢 同時也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的法術 雖然說 不是用魔法之風的那種法術 是屬於技能型的 第一個就看到了大地之血 那大地之血就是 生命系的那個法術 應該都很熟悉的 就可以恢復範圍內的友軍血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石化之驅 可以增加盟友的護甲強度 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可以 所以加60點護甲的話 他的護甲就可以高達120點 所以弱特在使用上的話 跟龍魔非常的類似 那他可以反大 跟剛剛的母鹿騎士又不太一樣 如果你需要針對對手去做一個 反大的機動單位的話 我覺得現在弱特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各位像一樣是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弱特之後的戰役或者是對戰表現 那今天呢 跟各位帶來的就是我們木精靈的全新單位的介紹 那你可以看到眼前這裡有一些小小的展示 那我這次就不特別錄製每一個單位的 戰鬥的演示畫面了 我覺得到時候如果有看到戰役的應該就會看得到了 好吧那就稍微帶一些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全新的 這個成婚姐妹的領主真的還蠻強的 你可以看到他剛剛那一發多重劍出去 其實你只要方向站隊的話 例如你站在側面這個地方 就可以造成殺傷是非常的噁心的 那當然今天我們只有看到的是木精靈的全新單位 因為錄製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沒辦法一次把全部東西錄完 不過我們的屬人也是有多非常多的單位 像眼前看到這個不解者 好不好還有他的座騎 也是全新的屬人單位 我們也是會再找時間做影片介紹 還有這個這個傢伙 我們在大鼠魔 這也是全新的單位 包含剛剛那個不解者的座騎 也是可以單獨做使用的 我們在前面的介紹影片都有介紹過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影片介紹吧 那我們之後就看看屬人這個部分 我們能不能再找時間把它做一做 那今天的影片介紹到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跟影片的朋友記得不要忘記了 訂閱按讚 然後考慮一下我們頻道會員計畫 製作影片都是非常 花時間的 如果你願意 一個月花最低75元的 這個費用 然後來支持頻道的話呢 會非常的感謝你 那今天的 墨精靈全新單位的介紹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 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